哦,sympa,sympa,细细猫 中场休息细细猫 装下超美的 The Ordinary 看什么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今天是我们最激动,最期待的 9月份的爱用品 不好意思,这次脱的真的有点晚 但是今天的内容绝对是加倍的劲爆 因为我要分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还有很多国货评价给力的好产品 今天的语速也许会有点快 所以大家系好安全带 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产品 铲石瓜们竖起你们的耳朵来 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猫砂 这是绿茶味的 这个品牌呢叫Love Cat 哇,那是我的真爱 你们知道我为了找到一袋非常好用的猫砂 费了多少劲吗 给Samba吃过好几种猫砂 用的最多的是那个NEO的豆腐猫砂 简直是大灾难 永远都成不成个 全部碎成渣渣,然后又味道特别臭 直到我在微博上看到大家给我推荐的这个Love Cat 非常给力,一馋就是一整块品箱的 从此呢,它就成了猫爸爸克星 猫尿克星 绝对是馋食官的好帮手 第一个馋食官就这么奇怪哈 好,第二个东西放在哪儿来 登登,就是它 这是一瓶非常好玩的甲油 你们看我的指甲就是用这个图的OPI的君列指甲油 它是一个黑色的 所以呢,你要先涂一个浅色的做打底 然后再把黑色的涂上 然后它瞬间就均裂了 就变成这种的 很像你去美甲店里做的那种大理石纹 反正就很好看 还不容易脱落 就涂起来非常有趣味 你可以眼睁睁的看它这样裂开 它就瞬间让你这个小白变身一个美甲师 嗯,I like it 接着是一支水眉笔 它是维姿的水眉笔 1014号 如果你选错色号的话 画出来的眉流呢很假 这个101号呢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浅棕色 你看我今天画的眉毛就很淡 我就可以在眉头啊这个地方 加几个毛茸茸的眉流 很不容易脱色 非常适合眉毛 非常稀少 你可以增加一点眉流 价格呢也很划算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画整条眉毛的话 是需要经过一些练习的 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好上手 但是总体我非常喜欢它可以让我的妆容呢增加更多的质感 好,接着是两个眼影盘 它是来自国货爱上红妆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它来画的是一个非常清透温柔日常的配色 我用的是20号这个眼影 我是看B站有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种草了两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下单的时候呢我才发现 它家的眼影呢其实是Tom Ford的替代色 颜色确实是很好看 然后我刷色呢上演之后 我发现它的品质粉质真的是很不错的 非常非常喜欢20号这盘的配色 我觉得虽然是Tom Ford的替代色 我感觉它还挺偏日系的那种眼影的感觉 这块肤色哑光色呢里面穿着一些金色的珠光 有一定的深邃度可以做一个打底 也可以单独使用 就不会让眼皮显得很单调的颜色 那这块也是单独使用也会很好看 这样一个玫瑰金色非常温柔又不会太显肿 这边是一个深邃色 这盘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闪片色 就实物看的话非常非常好看 你画完一个眼妆之后轻轻的叠加一些 它就瞬间有了那种清透日系的效果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盘 非常容易取粉的颜色 你看这眼影的延展性 然后它发色的均匀效果 这个薄薄的闪片色 水盈盈的效果超漂亮 那这一盘的配色还有粉质 显色度也是非常棒的 给大家看一下刷色 这四个都是珠光的 但是不会太夸张 日常生活中用也完全OK的 前段时间放假我回家的时候也是只戴了 这两盘就完全满足了我日常妆的需要 上妆的时候也一点都不费力 唯一需要吐槽的是它这个包装啊 塑料壳的 并且非常非常难打开 每天真的是要使出蛮劲才能把它给打开 然后下面一个东西呢是我前段时间 逛街的时候在斯福兰看到我就买下了 是我们的国货玛丽代嘉 你看包装超美 看到了吗 这样一个盒子超有质感的一个盒子 超喜欢它的包装 另外它里面的东西 它这个产品啊 我认为它是完全不合格的产品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美粉 可是它却没有办法发挥美粉的作用 画在眉毛上 起码在我的眉毛上 在我的脸上完全的不显色 根本画不出那种清晰的线条来 特别特别难用的一个美粉 可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它呢 它是一个超棒的鼻影 你们可以看到我今天的鼻影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自然 可是又非常具有轮廓感的一个鼻影 那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完全是非常冷的灰色 并且呢 它这个粉 Semba Semba和我一样现在很兴奋 它完全的不飞粉 不掉粉 你使劲扫 任你扫 但它又不会难取粉 它比Kevin的矿那个 要自然要清淡 并且灰掉要更明显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做鼻影 虽然它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买到了它之后 我以后一定会每次都用它花鼻影 包装又舒服又可爱 超级喜欢它 下面一个呢也是修容的产品 我能以这种价格买到它真的是要偷着乐了 看什么看 哇 那它就是Mark Jacobs 巨大的一块 非常有质感的包装 你看薄薄的大大的 像一张手抓饼一样 你把它打开之后 哇巨大的镜子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是两块一个提亮色 鹅黄色 那个香蕉蜜粉饼啊还是什么的 就是这种亮黄色提亮效果非常好 粉质也很好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灰掉的修容 哎呀伤脸之后那个自然呀 你看我脸上这个边缘就使劲扫 也不会下手中 这款真是太好了 超越了我对Kevin Krohn的喜欢 并且我买了它才花了一百多块钱 真的是要偷着乐 真的是要偷着乐 太划算了 是我忙买的 没有做过什么功课 结果真的是超好用 好我们继续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便宜 几乎是这个价格来说呢 是最好用的一款散粉了 就是ZFC的 这款散粉呢 它的粉质绝对不算是最细的那种 它上脸会是有一定存在感 并且还有一定的遮瑕效果 可以这么说吧 还有一个镜子 我觉得这个散粉不仅用来定妆好用 还很适合去补妆 大家也都知道ZFC好像很多影楼 都会用这个品牌 它上镜的效果是不错的 所以呢 它在日常生活中用的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它的量 并且它这个色号 跟我的肤色简直是太匹配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用散粉来定妆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整个脸死白了 在我脸上完全没有夸张的提亮效果 而是比较自然很贴合我的肤色 并且它具有一定的那个遮盖效果嘛 就可以让我这个眼下额头 完全的就被磨皮了的感觉 你们也可以离近一点观察 今天我的底妆就不会有特别干燥的感觉 所以这个散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幸好有这款产品挽回了我对ZFC这个品牌的好感 它的包装也是不错的 这个粉肤可以完全盖住这个 不会有粉乱飞 看 它是很自然的那种颜色 如果你是黑黄皮的话 你可以大胆的去选A04这个色号 真的是一款不错的散粉 很喜欢这个 最近很频繁的在使用 然后呢就是你们看到我今天嘴巴上的口红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口红的颜色 并且也是一颗大白菜啊 你们听好了 L.A.Girl 不对 这个是来自L.A.Color的包装 非常非常的开价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 好像是15块钱 超级超级白菜 并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感人 我的天哪 超级顺滑 很creamy 你看这个颜色 饱和度上 它的发色颜色超级正 它是一种很有气质的大红色 并且呢 我把它刷出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chili 所以呢 我就把MAC的chili找出来刷了一下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并且它比chili还要滋润一点点 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 是介于那种丝绒光 还有仰光之间的一个质地 日常涂的话光泽不会太夸张 又不会说太干燥 超级超级好看 它比chili的红掉稍微更明显一点 后涂的话会有一点点气场 但是这样薄涂 并且在嘴唇中间加深的话 就超级超级元气 超好看的一个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香味 像是香草冰淇淋 加上一点点那种老口红的那种高体的味道 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还有一个枫叶红也超级好看 那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着呢 还是一个比较平价开价的产品 我快速的给大家介绍 就是之前Kasseline Light 应该也推荐过这个叫 Essence的一款腮红 它是Satin Love这个色号20号 可以看到吗 就有一点点很自然的光泽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适合黄皮的 就是我今天这样脸颊 这比较高的地方打的 就非常非常的自然 珊瑚裸粉色的感觉 但是仔细看的话又觉得它有点偏橙 反正是一个很漂亮的腮红 它是完全没有珠光但却带了一种 自然的光泽的那种腮红 你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嘛 它是有这种肤色调 掺在里面 比较偏豆沙 非常知性 非常温暖的一个颜色 并且它可以溶进你的皮肤 溶进你的底妆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也是我回家过节 带回去的唯一的一块腮红 好 接着呢给大家安利一部美剧 其实我已经聚慌了很久了 我之前真的是追过很多美剧 这部美剧呢叫 中文呢是我们的生活 一提到这部剧 想到它里面的情节 我心里就有一种浓浓的暖意 它真的是好温暖 我特别钟情于家庭温馨欢乐的这一类剧 这部剧呢就主要是围绕家庭还有爱情来展开的 它里面的故事啊就是超级温暖人心 每一集我都会落泪 它现在更新到第二季了 然后第一季呢我真的是快马加鞭 迫不及待的就追完了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 想拉着我身边的朋友都来看这部剧 每一集都有很多鸡汤 但是鸡汤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做作 还挺适合就假如你的心情比较低落 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烦心事的时候 想找点别的事做 你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真的让你瞬间心里 充满了爱意充满了温暖正能量 好我们继续接着还有护肤品 The Ordinary眼部精华 性价比炸裂的一个产品 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好 很多有效成分 它是以咖啡因成分为主打的 还有一些抗氧化剂保湿剂 以它的成分来讲能够控制到这种价格 能买到真的就要欢呼雀跃了 它宣称的功效呢就是去水肿去黑眼圈 那我用下来我觉得对黑眼圈我目前没有感觉 但是去水肿的能力超棒 哪天我起来如果眼睛肿得像灯泡一样 我就涂上它 慢慢慢慢的就觉得凉凉的 紧紧的 可能半个小时之后 我这个水肿就已经消得非常非常好了 就一下子瞬间让你的眼睛特别有神 你就觉得你的视野都宽阔的感觉 这个真的很好 我也去看过别人做的功课 真的都说它的消水肿的能力很强 如果你眼部也经常水肿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 用了这个东西呢我对它家的好感都却蹭蹭的 所以我又继续尝试了它家其他的产品 以后再给大家反馈啊 真的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啊 看出来它的包装啊 The Ordinary 看出来这个包装 哦 SIMPA SIMPA 吸吸猫 中场休息吸吸猫 吸一下嘛 让人家吸一下啊 哎呀今天的视频好长呀 希望今天的视频大家有遇到自己种草的东西啊 当然了还是要理性消费啊 抱一抱 那个抱一抱 抱着我的SIMPA 上花椒 啊 你蹭到我的口红了 SIMPA 真的好香啊 近期我最爱用的底妆呢就是兰蔻的小粉盒 它很好用 我就没有其他的语言形容了 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做的测评也行 最近呢我就大肆尝试各种搭款的底妆嘛 雅士兰黛的沁水粉底液 干皮亲妈 超滋润 超水润 并且持妆效果也还不错 妆面又很细腻 它已经打败了我之前非常喜欢的Make Up For Ever的水粉霜了 那之后可能过两天会有一个他们两个的PK 这是我之前录好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像已经剧透了 妆效超美的 感兴趣可以去专柜去试一下哦 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 让我现在呢正在一步一步尝试更高品质更好的品牌 非常感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跟我能够一同的成长 变成化妆超厉害的小姐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